中国人钱很难拿出来嘛 你看那个汪小飞跟大S吵架说 我钱洗不出来 我卖了一幅画还你钱 洗钱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现在连直播都有办法洗了 对 那洗钱钱最难洗 刚刚在讲到很多的黑钱 贪污的钱 卖赌的钱 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钱 你要离开一个国境的话 就要靠洗钱 现在发现在直播平台的斗内 竟然是一个洗钱最好的管道 因为目前来讲 在最近中国大陆的公安 在江西的英潭这个地方 他发现有一家直播公司 这家直播公司里面 进去查获了一千多支的手机 结果里面有很多的直播组 那这家直播公司的负责人姓毛 那姓毛其实他就是利用购买 直播平台的直播币 然后去赚钱 那购买这个币以后 就让他从中做一个洗钱的动作 那其实这个姓他是跟一个姓孙的 孙先生买的 那孙先生他就成立一个直播平台 那直播平台里面就 让很多的直播组来加入 加入以后 你就可以去抖念 那其实里面比如说 铁粉对直播组的一个抖念 有一些铁粉大哥真的很笨 因为一个月抖念几千万 那一定是钱多人傻 不是 他在海外洗钱 那怎么洗海外的犯罪分子 就直接买直播平台的直播币 比如说我们国内也有一些 那些公司都有发行公司币 那我直接就买了以后 然后马上用七五折的一个折扣 卖给这个姓孙的老板 这中间25%的过水费 那姓孙的老板拿到七五折 就卖给这个传播公司毛老板八折 然后毛老板就拿八折的这个直播币 用八点三折八点六折 又卖给孙老板里面那些直播主 那大家通通里面赚钱 结果发现他这样光这样一洗 已经洗了十亿多了 那很多的直播主都有赚钱 那在洗的过程里面 他是怎么洗的 因为为了开始要让很多的一个直播主 他能够有钱赚 你只要直播币进来的话 其实他可以抽六成 可以抽到六成 那中间他就开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第一个招收会员 第二个收会观看 那就等于限制到设了 然后后来现在还不够 又限制到赌 就开了一个线上博弈 那线上博弈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在他的一个账户里面 指定的账户里面 那你就可以注资进来 那注资进来以后 他就有钱了 光是半年以内 他光是外面的那些赌客注资进来的 超过一亿的一个人民币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发现说 他的直播主 注册的直播主超过一万人 然后会员超过五十万 在中国各个省都有他的会员 那其实在洗钱的过程里面 他们发现就是说 那钱还是很难洗 就有一个陈姓的先生 他开发一个二维码的 一个洗钱的系统APP 所以他只要 比如说你注资进来以后 马上连接到他的二维码 那二维码就下面 有很多假的商店 那假的商店就直接 比如说用信用卡扣款等等 那这样的话 一系列的一个洗钱 不过这个洗钱 你还是要人头 你没有人头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直播平台 就招说什么 公读生 那你很多公读生 然后日领高薪的 那你一般这些学生 他的账户都是干净的 只要钱一进去 转两次以后再转出去 张钱就变成 这个比较干净的钱出去了 那有一个学生 他就去打工 打工以后他发现 他做了三天 你会发现不对 怎么都钱进到我的户头 然后又出去 钱进到我的户头 又出去 三天以后他辞掉了 结果被抓了以后 他被判了一年六个月 他光这样子 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要判一年六个月 对啊 你就真正正正的一个被 在做一个洗钱的动购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现在因为生意很不好 那怎么办呢 有些餐厅 他根本就没有生意 就租他的POSE机 然后刷他的二维码 那刷码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赚1.5%的一个费用 那一般来讲洗钱有三种洗钱 一种洗钱是自买自卖 比如说我自己的假古董 就放在拍卖平台 然后我就叫某一个人 我的朋友 我卖5亿 你来买5亿 这个中间钱就洗掉了 就变干净了 第二个就是 这个整个打散以后 化整为零 我就找很多朋友 那钱就在里面整来整去 整来整去 那现在最新的叫做信用卡洗钱 那信用卡洗钱一定要用二维码 就是你要有POSE机 你要有商店 那你商店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话 你要注册 注册以后给你一个二维码 你就开始 你根本就没有在营业 那我就刷卡以后 然后今天刷 一个月如果刷80万的话 我马上退 银行退8000块给你 中间完全不收手续费了 然后你就进来80万 然后我可能回去 回给你72万 那这个中间我就赚10% 还是赚15% 他的利用这样一直洗一直洗 结果在被抓到以后发现 哦 原来这个中间 从这个斗内的钱也可以洗 然后直播平台的钱也可以洗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营运真的很不好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赶快去注册公司以后 然后提供这样的POSE机 跟二维码 然后给这些公司做洗钱的动作 我们下期间的电话 在这个斗内的情况下 我们下期间的电话